在自然界的每年冬天 后娘就会迁徙南方 有些动物也会组织大规模的迁徙活动 但你知道吗 地球上规模最大 最复杂的周期性迁徙活动 就发生在中国 每年临近春节 所有火车站 飞机场都会爆满 一个耗时40天30亿人次的大规模迁徙运动 我们称它为中国春晕 而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一个念想 那就是 回家 12亿公里的春运总距离 排起来差不多能到达土星了吧 而每年春节抢票的各个软件 还要为朋友点击加速的链接 这总会让我们觉得春节回家过得很是麻烦 但是 说到这里 或许我们都会有种莫名的倾诉感 而中国每年都会新修很多铁路 2020年全国铁路新线投产4933公里 同时 全国高铁里程新增加至3.79万公里 如果把铁路新线投产 把中国铁路展开的话 都能环绕迟迟到三圈了 那么 我们如果把时间倒流的话 你知道春运这个词 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吗 这可能 比你想象中还要更早一些 那么 早在1954年 铁道部就首次明确春运为 春节前后一个月 当时的日军客流为73万人次 高峰客流为90万人次 那时候的火车 还是蒸汽机车经营的 那时也还没有春运的感觉 但16年后春运这两个字 才第一次出现在媒体上 1979年 春运历史性首次突破一亿人次 民工流 学圣流 探亲流 旅游流 也都开始在春运汇聚 1980年12月18日 新华社电讯稿 并不准回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你曾经历过这一场春雨 那么你就能明白那种 被人流簇拥挤着前进的窘迫与无奈 还有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家的忐忑心情 而最大的悲剧发生在2月1日凌晨 当时 铁路部门全力从外地调集了20台机车 这些机车可载客7万人 而此时 车站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 7万人的票怎么分配群众 这对政府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一个不小心就会出现事故 毕竟当时的乘客已经等了七天七夜 到达了承受能力的极限 车站的门打开了 公安也来了 他们也是普通人 知道乘客的难处 他们大声呼喊 告诉大家不要拥挤 注意脚下 注意安全 为了限流 他们组成人墙防止人群一下子涌出去 他们就这样坚持了17个小时 不过 白密中有一书 官兵们可以控制谁上车 却无法控制人群的拥挤 在那几十万人中 有一个叫李洪霞的姑娘 在人群中被其倒在地 现场民警将她送往广州陆军总医院抢救 但因为伤势过重 她最终还是没能保住性命 2008年2月2日午夜 风雪狂肖 李洪霞被宣布死亡 而在她的遇难前两个小时 她还在电话里对家人说 等我挤进火车 然后再给你们打电话 有人说 若在今天 当时的状况肯定会有所改变 的确 你会发现近十年的春运 变化真的越来越快 越来越好了 而春运升级不仅仅是 列车的速度和舒适度 在2010年 春运期间火车票实名制正式推行 2012年 中国铁路推出了网络订票 虽然票还是那么的难抢 但你终于不用去车站通宵排队了 而直接在购票软件上就可以购买 再后来 你的春运 还经历了很多的第一次 如第一次刷脸进站 第一次用上高铁的WiFi 第一次在动车上点外卖 第一次不许票刷身份证就可以乘车 第一次拼顺风车回家 第一次自驾游回家等 从华曼的绿皮火车 再到今天的动车 高铁 从十几个小时的沙丁鱼般的煎熬 到今天几个小时的轻松到家 从人贴人的车站排长队 到今天手机一点 就能够票 从大包小包南下打工的父辈 再到今年青庄上阵的北上广升飘 春运40年 变得是出行的方式 变得是列车的速度 变得是回家的路越来越近 但始终不变的 是一代又一代人 那个渴望与家人团聚的心 和不曾停下的归家的脚步 春运 一组多么精致的文字 因为每当看到她的时候 就能联想到回家的感觉 好了 这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